众所周知的教宗性若望保禄以世 总是孜孜不倦地工作 他心明工作的价值 因而赞写了论人的工作通语 他写道 从创世之初 人被照而工作 工作是人和其他 受造物不同的特征 圣诞的故事告诉我们 当耶稣诞生时 在哪区有些牧人怒宿 守夜看守养群 为牧人而言 工作是一个听到上主声音的机会 藉着工作 我们能够听到天主与他对话 我们能够服务 培育自己的品性 让我们更超似基督 得以成性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性化我们的工作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在性化的恩宠状态下 才能乐乐天主 第二 即使有住自身的限制 我们仍然必须精益求精 最后我们应该为了天主的光荣而造事 好使他们看见你的善行 光耀你们在天之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